好 主播呢 世界棒球经典赛 魁为十年 再度呢 回到了台中举办 台中市长卢秀燕呢 在12号率领市府团队呢 召开了跨局处的推动会议 而美国职棒大联盟的 副总裁兼WBC的 主席也有出席 确定的A组预赛将会在3月8号 到12号在台中州际 棒球场盛大登场 世界棒球经典赛即将 在3月份 在亚洲地区来举行 包括中华民国 包括日本等等 那在台湾呢 台中市是主要协办的城市 因为我们有洲际棒球场 台中市长卢秀燕也补充 国际赛事很难得会在台湾举行 他也非常重视这次的机会 不仅呢可以提高台中的国际能见度 还能够展现台湾参与国际赛的能力 也能够掌握呢商机来行销台中 他也邀请了各相关的局处首长 还有单位一起讨论准备工作 大家全力以赴 而运动局也指出 世界棒球经典赛事 全球棒球迷非常关注的赛事 全世界只有四座城市 具有举办的资格 其中就包括了日本东京 美国凤凰城 迈阿密 还有台湾台中 以上主播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